2012年秋季回到台湾发行演奏专辑 苏玉涵圆了一个梦 多年在美国求学 孤独飞行 学有所成 因为你会觉得说 真的是在自己生长的地方 才会有那种归属感 获得爵士萨克斯丰大师 Greg Gospy清典 成为纽约唱片品牌 Inner Circle Music的音乐家 在美东各地活跃演奏 这个台湾女孩 以奇幻的个人色彩 游走古典 现代和爵士音乐之间 展现风配的创作能量 就很真 我觉得跟其他摩登的爵士比起来 就不是太多复杂又技术的东西 而是发自内心 来自印尼日本的合作乐手 对这个看似瘦弱 却充满力量的女孩 另眼相看 即兴演出更是充满是然力 因为我们知道啊 你不是只有会打击 会创作 而且你还能唱 对不对 你有创作客家歌 是 鼓掌 你感觉不通你 歌声很动人 希望你会喜欢 尽量就是大胆地去做你自己 然后如果你就是发自内心地做的话 就是我是 就是可以感动到别人 为自己的音乐录努力 苏玉环常要一个人 扛着20公斤重的琴 去争取更多演出的机会 我画地自现 展现他年轻的本钱 第一位跟上国际舞台的 爵士铁琴演奏家 苏玉环已经展现了自己的创作实力 接下来他要把自己的音乐 带到更多地方 带进更多人情 各着已经感fel的ienne antom任何微终演 各着已经感 Leon 我们明镜与您的观看 原因是 Eva